你别躺那儿啊 这个姿势能不能 哑观一点 这是我家 我想到那儿躺的 要你管 你要不是我姐谁管你啊 我今天可是特地请假 去接你的 我一会儿就走了 行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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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杀人诸心啊 姐 你这样会对我的心灵 造成伤害的 再说 你就不想跟你即将成为 世界名模的弟弟 多待一会儿吗 我说我能有那么多时间呀 就算放假回来了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写作业 还要去准备很多资料 要去写面料 你知道吗 我在法国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 特别牛的设计师 这次回来 我就是给他当助理的 我们要一起参与 明远的形状发布会 想象脑袋都带了 这对你来说 不都小菜一碟吗 我的姐姐 那可是智慧与美貌的结合 雅典娜和维纳斯的化身 文能当助手 武能开发布会 而且啊 说得对 你刚刚是不是不说明远 那不是唐总的公司吗 不可以吗 我懂了 罪翁之一 不再酒了 哎呀 你讲什么呢 你姐我是那种假公祭司的人吗 我猜 我这次回来我都没有告诉他 我这次回来我都没有告诉他 就这么说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我说 这大案的事你这小屁孩 这摊护什么摊护 还有 不许告诉他 如果你告诉他你就死定了 姐 你真的是我坚果最善变的 没有质疑 你看看你对唐总 再看看你对我 哪里有一点骨肉亲情嘛 你还知道骨肉亲情啊 不许告诉他 好 我知道了 姐 冰箱里有肉有菜 你晚上是想做饭就做 不想做就点完卖了 你估计应该挺晚回来的 走 怎么说睡就睡啊 这么大人都不知道睡着会着凉吗 你帮我去哪儿啊 帮你回去睡一觉啊 你着凉了不还得给我照顾你 我要睡在沙发上 阳光 进来一下 你怎么进 你怎么回来都不告诉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一瞬间 星星睁开眼 树叶何尘开始谈点 可是你突然遭遍 我不想你了 所以我回来了呀 我一直在这 我默默的世界从此改变 脚增向上一遍 可是你回来 那告诉我什么 都开车接你了 我告诉你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一点都不浪漫 这你怎么浪漫 你又打我 刚刚见到我什么感觉 就是我突然间体会到我心跳 露了一盘是什么感觉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我心跳突然间静止了一下 然后我就好开心 就想一直把你帮他回来 你 你 唐总 你们不知道这是办公室吗 知道 我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啊 可是刚刚 是 你刚回来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我晚上过来找你 那我走了 好 不用太想我 好 注意安全啊 路上 这里试一试 大家把手上活放一放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 大家好 我是莫菲 来给程老师做助理 请大家多多关照 说完了 莫菲你太谦虚了 再说两句呀 没什么说的 行 我替莫菲说啊 这是我师妹 她非常专注于中国风的设计 我相信她的到来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你说得太夸张了 我有点兴趣 莫菲我认得你 你参加过明远的比赛 那个《茶马古道》的作者 《茶马古道》的人气非常高的 比那些德国名次的作者还要厉害 谢谢大家夸奖 我现在也还在学习阶段 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同进步 你太谦虚了 像你的作品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不像有些空将来的 成绩马马虎虎 才能也马马虎虎 除了会拍马屁 其他什么都不会 行了 来 大家时间紧张 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 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要订稿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啊 波墨的呈现方式 你看看这个 好 夏总监 夏总监 干什么呢 慌慌张张的 那个 程杨那边来了个新的助手 是我大学同学莫菲 你 其实唐组的这个心情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正在热恋期 想随时随地地见到对方 这种心情也是正 正 正正常的 吓死我了 我听到女儿太恐怖了 这几本画册呢回去看一下 找找灵感 有什么想法再来再沟通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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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 好 好